退休概念已经逐渐翻转 劳动部也积极鼓励企业继续聘用 借零65岁退休的劳工们甚至祭出补助 近三年补助的制造业核定家数最多 共计598家占比41.13% 其次支援服务业237家核定占比16.3% 不过若看到核定人数则是以支援服务业1146人最高 占比达到31.63% 其中保全清洁行业占最大宗 发现到资源过度集中在特定行业 因此决定放宽25个行业可申请补助的流用比例 包含住宿餐饮运输仓储等 让更多行业能达标补助条件 促使产业间愿意续聘更多高龄者 劳动部推出的继续聘用高龄者补助计划 从110年到去年底统计 总计已经补助了1005家的事业单位 而且继续聘用的高龄者人数来到了3247人 不过根据审计部的进一步调查 发现到有7家的业者 他们在拿了补助之后 并用高龄者的占比没有上升 反而呈现下降 是以跟108年去做公司的总员工数 里面的高龄者的比例人数做比较 那高龄者的比例影响的因素 不只有高龄者的减少 有可能是公司的总员工数增加 而且从108年一早到112年 当中历经了疫情的三年 疫情的三年其实对各产业跟行业别的公司发展 以及公司需求的人数 都有相当大的变动的因素 细看这份审计部报告中分析 领教多补助的73家事业单位 超过8成业者 雇用高龄者的占比 确实是优于同业的整体平均 代表是有正向发展的 另外超过7成业者 近5年度雇用高龄者占比 成长幅度也是优于同业整体平均 不过也得注意到 有17家业者雇用高龄者占比 成长幅度落后同业平均 工作如果时间比较长 他体力上会有一些负荷的问题 比如说儿女要他来顾小孩 所以他希望改成part time 这时候老子双方的需求就不一样 提高高龄者老参率 确实是现在政府持续在推动的 但传统的工作模式 恐怕也得跟着转变 否则续聘高龄者的概念难以推行更广泛 在高龄者这个部分上 其实在过去的职场环境里面 其实是有被歧视的一个部分 或许是不是同样一份 原来就是比较高强度的工作 或许是不是可以有两位 或是三位的中高龄者 或是退休的人员 可以来共同分担这样子的loading 对那或者是不是用以 所谓的弹性工时的方式 可以提升所谓的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参与 或者是劳动力人口不足的问题 那另外一者是不是也可以强化 所谓高龄者在他的重返职场 在这个部分增加他的心理上面成就感 补助部小补确实是又因 最高能领18个月补助期 但不是领完之后就算了 而是是否高龄者在职场内 能深入到公司内的人力规划 这时就得跳脱传统思维 补助雇主运用支持职场的支持辅导费 那每人每月补助3000元 每位雇主每年最高可以补助到30万元 来鼓励雇主推动弹性工时的制度 52加94位高龄者受惠 那本部另外也有推动职务再设计 那职务再设计呢 就是期望透过就业的辅具 调整工作方法 改善工作流程以及工作环境 来提高跟协助高龄者的就业稳定 不是说退休就一定要继续工作 而是职场是否有给予他们选择权 以及合适的就业环境 因为高龄者能否稳定就业 受到身体健康 体力家庭照顾等这些因素影响 职务再设计工时弹性 或许开发出一套新模式 让想继续工作的高龄者 有一个安心的职场 特别新闻联志就学台报道 我说明天就会打托了 我完成员 在这里 你用试果想继续工作室 说明天就会打托了 我了 我看一下 序师你用试续工作室 感谢观看